奧運柴犬道項目浴昨日晚間開打 現場李朝青特地在縣府舉辦加油會 為代表中華隊出戰的奧運籃頭子弟魏晨洋加油 現場吸引大批媒體及鄉親 加油聲不斷場面相當高興熱鬧 現場除了替比賽選手加油打氣之外 也特別執政加菜金給予魏晨洋父親及划船選手汪明輝 你現場表示能代表國家出賽是種無上的光榮 而南投縣能有兩位奧運選手更是縣內的最高榮耀 期許基層體育教育能夠落實扎根 讓縣內體育發展更上一層樓 這個選手也是非常棒 在感應的時候得到金牌 這次參加奧運 這次非常會在南投 我們南投出光 帶幕上實況轉播選手楊舒均率先搶下八強門票 隨後出賽的魏晨洋現身時 立刻引起現場向心的瘋狂鼓噪 為南投之光加油打氣 魏晨洋一打氣 衛生洋也跟現場觀眾一起欣賞選手的精彩表現 不時跟著選手的表現加油讚賞 衛生洋選手為國家贏得許多重要的國際賽事 此次參加奧運比賽 希望能為國家爭取一面金牌 請鄉親一起為中華隊加油 魏晨洋跟那個越南的選手在打 打得非常的優秀 因為五比一 大家在這裡看了非常的高興 因為下午他的爸爸魏晨洋到草屯上林裡主委公來拜拜 請弟爺保佑他 這次奧運能夠拿到金牌 我也希望大家一起共同來加油 雖然八強戰因為關鍵性判決使了魏晨洋無緣奪牌 但是選手的拼勁及為國爭光的決心 都是我們南投鄉親的驕傲 也呼籲政府及相關單位 能為體育選手及體育教育多多用心 給予更多的資源及協助 讓我們體育發展也能邁向世界水平 民意新聞楊之凱南投採訪報導